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要分享的是自所尝试的一个新的教学活动 然后这个活动啊就是剪师主师创好师 那就是因为刚好就是参加那个活化教学的那个研习 然后呢就是有听到有别校老师他分享他这个活动 他这个活动基本上就是把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好师啊 然后把它拆字捡起来 然后剪起来以后让学生自己去组成 创属于他们自己的诗 然后刚好实际就是刚好在第一次段考后 啊我检考完以后有的班级就是两节课 啊这样子剩下那一节课我都不想上新进度 刚好一节半个时间让我可以做这个活动 然后刚好那个二年级上学期他们第三课是墾丁十九首 就是一首诗新诗的部分 然后加上他们一年级也学过小诗 所以我就想说那既然他们都有诗的概念 就让他们来试试看写新诗 可是我一开始就叫他们尝试创作一首新诗 有时候写出来就是里里拉拉 就程度比较不好的同学 他们可能写出来的就会很奇怪了 啊所以我想说那还是先试试看这个活动 然后这个前情准备我这边是准备了九首诗 可是后来我想其实可以愈准备愈多首诗 让他们每个人拿到的诗是不一样的 这样也还蛮有趣 还不会说写起来每个人写的就是用的文字啊会比较像 那我这边选的九首诗就是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行目龙的诗啊正充语的十字模的 然后然后这边有一篇他们最爱的就是阿爸的等包 他们超爱这一篇 因为他们看到里面有那个软啊 然后没关了软然后三条太过那个 他们很喜欢剪这些词诀 有些小男生他们就会把它写成很奇怪的诗这样 然后他们就是剪诗的活动啊设计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人学生他可以拿到两首不同的诗 然后我要他们先阅读就是看一下那个诗人 他们在创作这首诗的意境大概如何 然后还有顺便读诗中去看一下诗的那个写法 大概怎样的文字才是有诗意的文字 然后接下来他们就要动手剪诗 那我有跟他们说就尽量以字为拆解 也不要一句一句因为一句一句太像原本那个原诗的感觉了 好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到片里面大家就还是一头雾水心想说 这到底要怎么做 等一下我有一小段录影可以给大家看 那因为我三个班级就是二年级三个班级 啊这是我们班 我们班爱动手剪诗的古管制他一点笑音他很喜欢 对啊其他的人他还可以跟别人互相讨论 因为我觉得诗创作就是浪漫嘛 所以我其实这两堂课我没有怎么局限他们的那种秩序什么的 我只是就说你们就是发挥你们创意啊可以跟人家讨论 然后二三的像那个王玉伟他就是很遵照我的方式 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在捡起来 然后他就说排这么多那到底选得到你的诗吗 就是他就开始随机挑字 那从挑字中里面再去组成他们诗这样子 然后这个二四的二四的话像你可以看到那个麒麟 麒麟他就是一句一句剪下来 不过好在是他剪完以后他还是有在把他要的字句再剪开来 没有那么完整的一句 好然后这是我的理想 就是上面的理想是我希望他们就是字词拆开以后 然后随机多取几个字 然后他们再拼凑突然可能就有一个灵光 然后灵光来了以后就变得好吃 但是事实上呢他们都是剪下几个字以后就开始说 欸你有什么字我要什么什么字 然后就开始交换这样子 然后后来就绞进脑子变成他们自己要吃 也就是说有一点点像他们后来他们一开始拿到还会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不要剪我用直接用写的 我说不行我就是要你用剪的 然后用剪的去找出灵感 然后他们说这样很麻烦 可是麻烦中他们也可以动手做 然后做完以后才发现欸其实这还蛮有趣的 那这是几个作品 那我有传下去可以看一下 那就是我各班都有挑一些这是伟真的作品 然后他的就是他写的就还蛮有诗的味道 那最主要是其实想要给各位看背后 因为就是前面我会给他们剪诗 后面我会上面写说就是这首诗的灵感从哪里来 然后还有下面就是把它变成我们一般的散文 然后加上一些故事 因为诗的衣镜有时候从诗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推敲他到底原本是怎么想 所以我后面还有让他写这些东西 那像维真的这一首他里面就有写到说 他是从一首苦难日 然后跟一首青春两首诗组合在一起 然后变成这个与世界分手这首诗 那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单子会比较清楚 然后疑问的疑问的他很短 他这样他青春什么你如云影 然后轻略我的青春 这些句子其实短短的 然后你看不出来 其实他想要写的是一首小少女的诗 他在旁边这边就有写到说 青春的代名词 其实莫过于是用在爱情两个字 所以呢他想写的就是一首那个年轻少女啊 然后为爱情商 然后之后回想回忆期前的这栋过往 然后再痛的感觉 然后默默在想他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过去 然后二三的 二三他心愈 心愈呢他是写说就是他也是拿到那种青春 然后回不去的那种感觉 那最后他有说不论初见或分别大哭或大笑 你我始终幸福 然后本来一开始没有看到后面 我也想说这该不会也是一段小小的爱情吧 结果他不是 他是说呢 这是跟他的朋友 就是国小同学 很要好的同学 那分开以后 每个人就是希望他彼此还是过得很辛苦 然后怡晨 怡晨他也是写思念 那思念的这个友人呢 到最后这一去非吧 他说这一位朋友就是去世了 虽然我不知道他讲的是真的假的 啊不过他的意思是说 就是无论怎么毁坏你 你还是人或无言 代表说他已经去世了 好 然后新佩萱的我觉得这个很特别讲一下 因为他叫purple love 就是紫色的啊 然后呢里面其实写的是一段就是爱情 然后到最后他就是 唯一唯衣袖不带酒一片云彩 其实这都是原句啦 然后呢重点是 他说这一个紫色是一个黯淡的颜色 所以可以称回是一个黯淡的啊 然后呢他说 这个词啊是他喜欢一个女生的名字 然后这个女生其实是在一年一半 然后呢他的男朋友是黄紫文啊 黄紫文啊 黄紫文 对他喜欢黄紫文 对他喜欢黄紫文 然后黄紫文的男朋友呢 大概二三是那个 许珠伟的 然后许珠伟又跟他是好朋友 他说呢好有气不可气 所以他说他只好呢 就把这样的喜欢放在心里 然后呢他说不管他变成怎样 我还是很喜欢他 就让时间来决定一切吧 然后这就是他的烦恼 然后再来明安的 明安的这个部分很明显 看得出来他是很想要写成那种古诗的view 但是有些字句不是那么的通顺 我后来就有说你可能还要再调整一下 会让他变得更顺畅 好 然后让我很惊艳的是齐华的 因为齐华如果本来在写作文的方面啊 他没有办法写出这么顺畅的文章 可是这是他贴的 他说他后来这个那个标题化妆师 他是才最后一个字 不过其实他整个很贴切 他就是说那个朋友 时光然后少改的容颜 然后自己才是决定自己的那个化妆师 好那那再来就是最后的一个心得 就觉得说他们可以自己动手做也很不容易 这个改变不只在学 不只在学生 我自己的那个教学尝试也有改变 那再来就是我有开放他们讨论 所以他们可以跟别人互相就是 说你的诗长怎样借我看一下 然后彼此再激发一点那种创造力 那让他们去感受一下诗的魅力 那不管成品怎样 我觉得这对他们都有开启那个诗的感觉 那这是我们班在活动的时候的状况 然后因为我都没有要求什么 嗯字句的部分 所以他们就可以乱跑跟别人要住 然后可以讨论 那其实很开心的是看到他们愿意动手去做 动手去尝试 然后把它变成他的东西 这个部分是我觉得这一个活动还蛮有趣的地方 然后林同一也很忍忍的在做 然后他们就开始剪 然后还会有人好过来分享 就不管是要跟人家说 你看我的第三句好不好之类的 好的就是我的报告 谢谢